绿莹莹的一大片 这是奥运保安大放假吗 都来看奥运比赛了 错 这些都是英国士兵 而且还有大老眼 从阿富汗跑回来的英国士兵 英国人想的真周到 奥运开到家门口 然后就把兵哥哥们都召回来看比赛 太贴心了 但是我怎么感觉 好像这些士兵们的表情不太对劲呢 是不是比赛太闷了 你都猜错了 这些士兵能见奥运赛场是被迫的 是这样 奥运开赛 但英国人好像不太爱到现场看比赛 造成很多比赛的看台空空如也 没办法 英国的奥组委叫来救兵 就找到大兵到看台来充数了 这么回事 我说怎么没有人拍手叫好 回国旗什么的 原来是心不甘情不愿 难怪大家伙情绪不高 有一个叫爱留利的士兵 刚从阿富汗战场换房回来 刚到家还没等歇着呢 就被派到奥运赛场上来了 又要安保 又要充当观众 都给他郁闷坏了 这爱德利说呀 相比在这里之亲 其实我更愿意在阿富汗巡逻 这爱德利你也甭委屈了 不然呢你把那票给我 我们想去还去不上 我愿意去 行 我看行 爱德利他其实更在意的 应该就是带新假期 跟家人团聚吧 是啊 但是这些英国大兵也真的一点面子都不给 就那么冷静的坐着 不像看比赛 好像是示威静坐一样 不过观众的上座率不高呢 也确实是这届奥运会的一大特色 据说空了很多座位 我看您那票就没卖名呗 士兵肯定不够用 我听说呢 有150多名的学生和老师也来填空了